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這盤秋石熊 其實它買了回來大概都有一個月 同期差不多時間買回來的石熊都陸陸續續下了花 而它的花仍然都是非常之健康 沒有任何想借的感覺 顏色都很鮮艷 而且很鮮艷 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它 其實它是三月底買回來 我買回來之後一樣都會拆掉植料 洗一下根部 消毒 再放一些新的植料去種它 其實在整個過程中都非常之… 對它來說的轉變很大 因為它本身是用一些植殼去種 當時刷也有一定的難度 因為根部已經爪到植殼裡 所以有一定的損傷 但刷的過程中也看到有很多昆蟲 例如有蝸牛、黑螞蟻這些蟲蟲 所以我都覺得拆植料 在我來說我覺得是有需要 因為其他的盆栽放在這裡的時候 它隨時會走過去 又或者會影響到其他不同品種 不同種類的植物 所以拆植料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需要做的 所以我就拆了 也洗了它的根 消毒後再上盆栽 對它來說這麼大的環境轉變 但它的花是沒有任何影響的 首先你看到最頂部的花 它當時是花粒 但它沒有消毒花包 一直都是在 然後底部的這些花是有借了 也是借了一朵 就是這個位置有一朵 借了之後 它上面陸陸續續開 就沒有再借過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朵 未必是因為我做的動作影響它 因為當時我買回來 差不多都開了 開剩頂頭幾朵 所以可能真的開了很久 所以才借 不清楚了 但是我覺得它做了這麼多的動作 到現在足足一個月了 它依然的花 都是沒有想丟借的感覺 大家近鏡看看 其實它的花依然保持得很漂亮 所以我覺得它都非常厲害了 可以保持到整個月的花期 而且顏色仍然很鮮艷 所以如果想有興趣 去買秋石酷的朋友 你也可以考慮一下它 當然了 店舖就沒有寫到它的名字 因為一般來說 它們都是寫秋石酷 或者泰國石酷辣 所以我問回網友 就知道它的品種叫藍天史 大家都可以找一下 之後它正在開花之餘 其實這裡也開始長一個小苗 就是這裡 它本身也是很小的一點 然後現在漏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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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這盤是非常細小,應該不是什麼迷你的品種 但因為植株比較矮,就把它種在一個盤裡 我一樣拆了植料,用水苔 因為它本身是用很濕的椰子康種的 所以我用水苔,而且盤這麼細,我就放不到小石子 所以就變成它用水苔,它就是用小石子的混合植料 它的花一樣保持得很漂亮,也沒有什麼轉變過 買回來的時候,它幾乎全部都是粒 現在就全部都打開,這樣 所以都可以的 所以我覺得這類型的秋石酷,大家都可以嘗試去種 因為它的花期保持得很久 這家也保持了差不多大半個月 這個就遲一點 這個就是最近才買回來 這個就是最近才買回來 買了大約大半個月 這個就接近一個月 所以我覺得這一類型的石酷,你們都可以去看看 因為花期都挺長 顏色都很多選擇 所以你們可以去看看 我今天的分享就說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希望你們都可以like我的影片 share我的影片出去 以及最重要是follow訂閱我的頻道 定時一有新影片 你們就會收到通知 就可以keep update大家 那我們下次再談吧 拜拜